在北京的前几天出现了一场大火 这个大火是一个民营医院叫长丰医院 发生住院部发生的 有29名患者去世 所以很多很多网友非常的愤怒 愤怒是什么呢 倒不是这个大火 也不是这个离奇的29个数字 而是八个小时居然在中国的官媒 没有任何一张图片 也没有任何一个报道 只是到了晚上八点多钟 官媒才有一个通稿 这到底中间出了什么问题呢 您的看法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目前中国的老百姓 人手一个一部手机 而且可以拍照 可以立即的传播出去 如果没有官方的这种 动不动就以你这个什么造谣 惑众什么诽谤为罪名 甚至说什么叫什么知识罪 就是还有呢 什么叫这个三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一大堆了 就是各种罪名都在等着你 寻尽知识罪 有一种叫寻尽知识罪 如果把这个呢 靠到你头上 你本来是想把这个事实 能够尽快地让老百姓知道 那就变成了你一个罪名 所以很多人现在遇到这种事情 不敢公开地把这些 拍了以后上传 都是悄悄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你官方媒体不敢去报道 然后呢 民间又不敢去报道 各方面的压制 当然会出现这样的 就是说八个小时 得不到广泛传播的 这样的事情 只要等到官方的一些 掌握权力的官员表态了 你才能可能 新闻媒体才能跟进 打算怎么样报道 从哪个角度报道 而且我们知道 这个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 一个官场的规矩 就是一旦发生重大的事故 首先呢 要控制 就是所谓保护现场 就是根本不让外面的人 这个什么叫外面的人 就是只要是 不是官方能够信任的人 都可以看作是外面的人 不要说外国媒体了 外国媒体 外省媒体 外地媒体 外地人他有的时候都不让你进 他全部要自己可靠放心的人 来控制现场 另外呢 他要把这个损失 降低到最低程度 不是说通过他的努力 来挽救这个损失 而是就是把这个报道的数字 大大的淡化 就像三西过去 履出煤炭事故 这个煤矿吞塌 然后死亡 经常是几十人上百人 后来规定说 不能超过三十人 那么很长一段时间的报道 都不能超过三十人 不能超过三十三人 实际上 真正的死亡数字 远远超过 但是就是不允许报告 更多的 更多的话 那么省部级的领导 都要承担责任 所以就是掩盖 真实的数字 大部分的情况 都是私下里面 跟家属私了 就死一个人 在那个时候 给的钱还不算多 十几万元人民币 就可以了断一个家庭 而现在这个家庭 肯定是不够了 远远不够了 另外呢 就是刚才讲到 说这个事故 一个医院 居然有那么多患者 就是因为火灾发生而死亡 这就说明 这家医院本身 在消防安全方面 是不能够达标的 虽然我们知道 中国的任何一家单位 年年都有消防方面的 安全检查 如果不检查合格的话 按道理是不能够继续营业 但是这些安全部门 消防部门去了以后 经常是吃吃喝喝的 搞关系 到底是不是真正达标 谁都不知道 只有出现了火灾 才知道到底是搞假的 还是真的 对吧 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 一个医院 如果他有好的消防设施 在事故发生的时候 第一件事就是要迅速的 转移病人 转移 这个保护病人 保护医护人员 这是最起码的 你如果这家医院 连这些最基本的设施都没有 最基本的演习都没有 那你这个事情 就是问题大了 不光是这个医院的事情 相关的卫生局 卫生部门 都要负相应的责任 那么消防部门 那当然负更大的责任了 对吧 就是说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每一次事故 如果认真地去查处 去解决问题的话 就可以避免 同样同类的事故 再次发生 但是中国不是 中国一旦这个事情 他经过掩盖 把他淡化了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经过这一番处理之后 等以后 照样同样的事故 同类的事故 还会发生 反复的发生 而且死亡的人数 可能会越来越多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不去枪毙几个人 不去把那些 真正有权力的人 就是他们的这个罪行腐败 公布于众的话 是没有办法服人心 也没有办法真正整改 所以我想起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中共虽然讲过去一直是腐败 但是呢 在这个刚刚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边 有些事情做的 还是比较顺应民意的 因为那个时代 他如果不搞一些顺应民意的一些做法 不能够服众 不能够让老百姓真正信任他们 当年呢 就是在渤海 渤海有钻井油田 钻井架 当时出现了这个事故 一个钻井台 出现了大的事故 死了一些人 当时的这个副总理 分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 康世恩 这个还有一个部长 叫宋什么 我现在忘记了 就是叫宋什么 都是引咎 有的是辞职 有的是这个受到处分 纪律处分 就连这样的副总理级的 部长级的 都要公开的进行这个处分 还有呢 就是有一年 中国的火车出轨 死了很多的人 当时的铁道部部长丁关根 也受到了处分 这个当时这个新闻播的是 每个老百姓几乎都知道 那今天如果中国再发生一些 大型的恶性事件 会不会做出这样的 这个当然我的目的 意思也不是说 你这样做就能够完全解决问题 但是至少要好过 现在这样的 不疼不痒的 相应的责任官员 不能得到真正的惩罚 前些年天津发生大爆炸案 大家都认为天津市委书记 就完蛋了 以后没有机会再上升了 无论是天津市委书记 还是市长都应该 仕途上有很大的障碍了 结果呢 根本跟大家想的不一样 人家天津市委书记 市长还继续的升官 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事情呢 就可以看出跟80年代 差不多现在是40年前了 有这种明显的根本的不同 我认为像出现了这样的大的事故 不单这家责任 医院的这个负责人要负责任 消防部门要负责任 北京市卫生局乃至卫生部 还有这个公安部分管消防方面的负责人 都应该受到公开的严厉的刑事处分 或者是行政处分 然后呢 公布于全国 就跟80年代初那样一样的去做 只有这样做的话 才能够暂时缓解这个老百姓 对于这种官场腐败的不满情绪 当然不是说你光了为了平息 老百姓的愤怒 你还要真正解决问题 你事后如果不建立一个防范机制 以后这样同类的事情 还会反复的发生 所以我今天我们做这个视频放在这 将来有一天 你看到再有类似的事故发生的时候 回过头来看一看 看看我们说这些事情 官方中共官方有没有当回事 有没有认认真真的去整改 就知道 所以有很多事情在中国说了也是白说 说了也没用 这个民营医院 一般都有比较特殊的背景 原来有莆田戏 这种医院 它的盘根错节 因为这个长峰医院 是个上市公司 这一次火灾的事故的原因 这个消防部门已经给出来了 就是在装修 在住院部在装修 一边装修一边营运 最后这个由于电焊的火花 可能导致了可难的燃料 起火 之后发生了火灾 所以这一个医院 这个据说了背景不同 很不一般 一般的来说 很难能够在医院这种重点把守的消防场所 还能够一边装修 一边营运 所以您如何看待民营医院 我觉得好像跟民营企业有点不同一样 他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医院跟普通的企业不一样 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 所以不是说能够产生暴力的地方 如果哪个私立医院 民营医院有暴力的话 那他就不是真正的医院 他一定搞这个外门邪道 或者是卖很昂贵的进口药 进口器材 所谓很昂贵呢 指的是中间加价 也就是中间有暴力 另外呢 就是说他可能有假药 假的东西 让大家去买 所以以盈利为目的的医院 是不能够让人真正放心的医院 医院可以有一些薄力 威力 或者讲说是真正经营好的 全世界真正成功的医院里边 少数也可以呢 可以满足自己自身的发展 但是真正靠医院发大财的 全世界都没有听说过 靠医院能够 就为了这个追求利润 能够把一个医院办的 发大财的 这个全世界都没有听说过 再一个呢 刚才讲到的这个起火的原因 起火的原因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消防机制 发挥了什么作用 为什么要有消防 为什么有各行各业 所有的建筑 所有的设施 都要有这个消防方面的考虑 为什么花那么多钱 而且有的时候 一年里边还要进行过 很多次的消防训练 火灾的训练 我们以前也都训练过 怎么用消防器材 对吧 但是呢 既然有这样的一些考量和安排 为什么当火灾发生的时候 这些设施 这些以前所训练的 或者是所安装的设施 都没有发挥作用呢 我们知道现在有的是 自动喷零的消防系统 对吧 我们看到视频有过演示 比如说酒店 五星级酒店的大堂 如果突然在中间有失火了 它自动的 就是那个发 就有水喷出来 把那个火喷灭 那么像好一点的医院 应该都有一些 至少它说起来 是比较行之有效的消防设施 为什么没有发生 就是说有效的这种 消防的这种防范措施 这种应急措施 为什么都没有奏效 当时火灾发生了以后 医院管理部门 或者消防部门 他们采取了哪些 行之有效的办法 如果这些事情不讲清楚 那没有用 所以呢 至于火灾是怎么起火的 无论是小孩玩火了 坏人纵火了 或者是什么 因为什么 什么事情引起的 这种原因可以是千篇 就是应该说是千篇万化的 没有什么关系 关键我们要追问的是 怎么来 当一旦火灾发生的时候 怎么来能够有效的 扑灭火灾 能够有效的转移病人 转移医护人员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点 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 有效的解决 那以后相同的事故 还会持续发生 还会死更多的人 带来更大的损失 下来说 我们再关注一下 郭文贵事件 郭文贵这个 入狱了以后 就是还没审判 正在积压期间 他通过律师申请保释 就是取保 但是提出的金额也很高 2500万 但是法官予以拒绝 说他有潜逃的可能 对这一事件 你有哪些评价 首先呢 郭文贵是一贯 撒谎诚信 他所有的事情 都是伪造的 包括他号称 是什么反共第一人 他以前在那个 法庭的文件里面 就说 说中共建政以后的 七十多年里边 只有他郭文贵 反抗过共产党 他是有史以来 第一个反抗共产党的人 他这种话呢 说起来都没有人相信 就是这种话 完全是连三岁小孩 都不能相信 他居然这样说 那么我就觉得这样的 他的这个邪教团队 反复这么宣扬 就像葛佩尔所说的 谎言说千变 就会被人所接受 就以为是成为真理 难道真的会这样吗 他现在这些疯狂的 蚂蚁团队们 一天到晚都在说 郭文贵是中共 是反抗中共的第一人 这完全是抹杀历史 也抹杀别人 所以是完全不可信 另外讲到这个 他不能够被保释 你看他现在入狱以后 还那么 他的那些团队 还那么嚣张 无论是王彦平也是 也被抓进去了 还有那么多的 大大小小的骨干 在非常的猖狂 所以这就说明了 如果像郭文贵这样的人 如果被释放的话 他会兴风作浪 会继续的进行骚扰破坏 破坏这个社区 破坏美国法治 所以他会做很多 危害美国社会 危害社区的事情 所以当然法官不允许他 这个保释 而且说保释是有风险的 因为他的浅逃的这种倾向 是非常明显的 今天晚上 也就是黄河边 他们要搞一个直播 就邀请很多的人 那也邀请我说 邀请我第一个发言 就是讲这个事情 所以今天晚上 美东时间的八点钟正式开始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人 也可以呢 就是说到时候参与 这个节目估计要持续几个小时 有很多人 黄河边所邀请了一大批 就是对郭文贵事件非常感兴趣 要进行评论的人 有的还是跟郭文贵 这个打官司的一些当事人 所以很多人 虽然有一些观点 也不一定都一致 但是呢 大家在这个问题上 是空前的倾向是一样的 都是认为美国法院 现在做出的裁决 做出的决定 都是非常正确 不能给这个冠片 以任何保释 或让他逃跑 不能给任何这样的机会 不但他不能够这样子 连他的这种拼头 加这个所谓的 他自己现在美化为 叫幕僚长 实际上就是他最忠实的信徒 执行者 就王彦平 外号王啪啪 他想保释 提出五百万保释金 也不能够给他批准 他前后找了 已经找了八个 这个作为担保人的 结果这八个人呢 都是跟他们这个事情相关的 都属于局内人 都属于他们 共同的帮凶同案犯 怎么可能被批准呢 当然不可能 他又找不出其他的 正派的人 作为他的担保人 然后呢 这个郭文贵的 所谓两千五百万 担保经费里边 其实真正只有五百万 说是现金可以拿得出来的 另外可以用房产作为抵押 他打算是用债券 做债券来作为这个数额 本身说两千五百万 只是一个虚拟的数字 真正要进行核实的时候 因为法官不批准 没有打算批准他保释 如果真正要打算保释的话 他这两千万五百万 实际上达不到标准 就是你一核 审核资产的时候 发现不符合标准 不符合要求 真正能符合标准的要求的 恐怕只有几百万到一千万了不起 所以说 郭文贵什么都是玩虚的 什么都是那种胡编乱造 那连法官现在对他 也是不敢放心了 过去每次相信他的话 最后都是不能兑现的 比如说这个破产法庭 讲了多少次了 郭文贵自己说 他只有一万元美元资产了 那你后来打官司 这么多钱哪来的 然后动不动 你说提出的 两千五百万的保时金哪来啊 对吧 所以这都是胡扯八道的 他明明钱很多 他非说他自己破产了 没钱了 只是剩下一万块钱了 这都是事实说明了 这种人是撒谎成性 倒不是说他撒了多少谎 应该反过来问 他这一生中说过几句真话 就是要反着问 包括他这个一直以来 最近在法庭上说的话 哪些话是可以部分的相信 或者有一点可能相信 要反着来 不是对一般的人会说 你讲到一百句话里边 有几句是假话 对于郭文贵要相反 就是他讲了一百句话里边 你要问他 有没有一两句是真的 这才是关键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